嗯,谢谢你们支持 要继续哦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们的理财Superman 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真的跟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上面 分析的是一模一样 这个营收对于第三季的财务预测 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更加糟糕 然后台积电也下修了 今年的全年的一个营收的一个预期 所以呢市场当然把它解读成利空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的台子期 一开盘就直接跌了将近200点 说实话啦 这样子的跌幅比我们自己团队 预估的还要来得更大一点 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 台积电的法说会上面 不会给出太乐观的讯息嘛 这个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上面一定有讲 而且讲过很多次 台积电的法说会不会给出太乐观的讯息 不过我们原本的想法是 市场应该已经把大部分的利空资讯 都定价在台积电的股价上面了 所以呢就算会拉回修正拉回震荡 这个幅度应该也不至于太大 不过谁知道呢 我们就看到了台子期昨天一开盘 跌了将近200点 而且呢我们还要再看到的是 昨天晚上的美股一样从高档出现拉回 而美股拉回的原因 当然你要把它归咎于说它已经涨了非常的多 所以你说高档在这个地方修正一下技术指标 这也是一个原因嘛 第二个因为Tesla跟Netflix的财报开出来以后呢 呃华尔街对于这两份财报还是有一点杂音的 那特别是Netflix很明显的 它的营收是不如市场预期 所以就导致了这两只股票的股价呢 纷纷重挫 那这两只股票它是NASDAQ的全值股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美股呢 从高档直接往下拉回超过一个百分点 废半的跌幅更明显 所以在整个美股的状况不好 而台积电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放出一些 比较有相对利空的消息 就导致了台股加全值数今天一开盘 一度重挫将近300点 这也算是我们今年以来一个数一数二啦 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单日跌幅 那当然啦 我们也观察到了说 虽然台股是开低的 不过呢 这个资金不断的洗牌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跟大家提过 股市里面的资金存量是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的股票 虽然是开低的 不过呢 慢慢的电高慢慢的电高 甚至已经翻上平盘 所以这个行情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糟糕 反而今天的行情 有可能比前两个交易日 也是比前两天 还要看起来更加好一点点 如果你只看台积电 你会觉得行情很悲观 可是其他的个股 其实才是更重要的嘛 所以其他的个股 他慢慢的翻上了平盘 那在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落后的股票 这些股票呢 他们在未来 有没有机会落后补涨 我们认为几率都非常大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 真的不需要感到悲观 反而大家要感到开心 因为台积电的资金 被逼出来以后呢 他们一定要找到新的地方去 而这样子的资金洗牌呢 就会造就很多的股票 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会出现轮动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先来帮大家解析一下 关于台积电的法说会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再来第二个 我们讲一下行情现在的结构 为什么我们会告诉大家 现在的行情不用感到悲观 它背后一定有故事跟逻辑 我们等一下也来跟大家讲 最后的话 我们来追踪一下 这段时间 我们有帮大家提到过的 分析过的一些个股 我们更新一下我们整个团队 对于这些股票的看法 那今天节目大概分成这三个部分 那一样在节目的一开始 邀请大家帮我们点一个赞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交易上面想要咨询 都可以拨打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 来帮大家做服务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要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资金的洗牌 新行情 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啦 虽然说这要怎么样 什么叫很容易 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开始启动 但是不代表说 今天股价马上就要涨 而是今天我们观察到了说 台积电的股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重挫 代表有很多的资金已经跑出来了 那么这个资金的洗牌 他一定要往某些股票去 所以呢 在接下来里面的行情 之前前两三个假日里面 台股出现拉回 很多的股票 其实股价从高点也修正了 超过10个百分点 那么在资金重新洗牌过后 等到市场的情绪稳定下来 这些资金重新的投入这些股票 你说这一个拉回的10个百分点 会不会很容易就收复回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现阶段的台股 我们要观察的就是 什么时候能够指稳 什么时候能够指稳 昨天台股在反弹嘛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震荡还没结束 那台积电法说会完以后 至少站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我们再往未来看 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在美股的财报季 那台积电这个利空的消息 已经反应完了 已经出来了 那市场呢 终究还是要回归到 应该要有的逻辑 因为市场在第一时间 会杀这么凶 它那个是本能 那个是直觉 那是一个动物上面的本能 也就是我看到的利空 我就是要先跑再说嘛 因为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跑啊 如果我跑的比人家慢的话 我不就输入人家了 我就落后人家了 所以呢在本能跟直觉上面 第一时间就是先砍股票 可是呢 我们又讲过了 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讲法不好 营收被下修 这个我们早就已经能够先预期到的 而市场也有在讨论 所以这样子的利空 它不是一个完全意外的利空 所以呢 当大家本能跟直觉的 这个反射条件已经先做完了 你接下来要回归到的 就是理性的逻辑 而理性的逻辑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市场上面的钱这么多 这些今天卖台积电砍出来的资金 它有消失 它有不见吗 它没有不见啊 它只是先跑到了场外 先跑到了其他人的交割户上面 可是钱依然在这个账户里面啊 而这些钱 他们是不是终究还是要回来股票市场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资金洗牌 这个是理性跟逻辑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行情在接下来容易出现震荡直稳后 我们再看到开启新一波的上涨行情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的话 当然不需要悲观嘛 因为我们已经把整个故事先交代完了 那么我们先把整个基础先打好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 这个背景先跟大家交代完 我们等一下再做分析呢 就会依据这个背景呢 慢慢的再继续往下探讨 昨天晚上的美股呢 纳斯达克跌了2个百分点嘛 那废半直接一口气跌了3.62个百分点 这样子的跌幅 对于近期的美股来讲 算是相对的比较大一点 而且这已经不是在一个高档震荡 它已经算是一个拉回整理的幅度了 那道琼的表现比较好是因为 Johnson & Johnson开出来的财报 优于市场预期嘛 那所以财报这件事情 对于美股的影响仍然非常大 有些公司的财报好 有些公司的财报坏 那这些东西对于 整个金融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蛮没有办法 事前掌握的不确定因素 那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我们也不用去管太多 我们就按照市场的趋势 来去做一些顺势上面的交易 所以要跟大家讲的是 看到道琼很强 就是因为呢Johnson & Johnson 因为财报的关系 那么没有财报支撑的 甚至你说有财报上面的利益 从Netflix跟Tesla嘛 所以那斯达克指数跌幅 就会比较重一点 那费半为什么会跌那么重 因为台积电嘛 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这个营收不如预期 所以就会导致整个费半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回 大家要知道 台积电ADR是在费半的成分股里面 是在费半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台积电拖累了整个费半的表现 因此昨天的美股是非常有逻辑的 该涨的就涨 该跌的就跌 而现在美股在这个位置上面 出现一个回档修正 我们也是提醒大家 至少现阶段美股 我们观察起来 它的乖离率有一点大 所以如果在接下来下个礼拜的时间 美股仍然出现持续的修正 要往月线去做靠近 我们认为也不用太过于意外 所以我们说台股现在的震荡 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就是因为美股的修正在昨天 只是第一个交易日而已 那如果美股在接下来 要持续的去往月线去做测试 去做靠近 我们认为台股的表现空间 可能就没有这么大 这也是投资朋友需要去做留意的 而这波的震荡 我认为我们的节目上面 其实跟大家分享的非常非常的早 我们在7月17号 我们一直讲过了台股那天创新高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一天的节目上面 提醒大家高档震荡即将要开始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说过 技术指标出现背离 前三个交易日的节目 我们都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在7月17号 也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台股创新高的那一天 大涨的那一天 提醒大家高档震荡要开始 那个逻辑就是因为技术指标背离 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这样子的原因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再多讲 而在昨天台股出现反弹 我们不断的灌输投资朋友一个观念 你不要看到大涨就兴奋 不要看到大跌就悲观 昨天的台股有没有涨 有 而且台股还涨的蛮多的 台股涨的蛮多的 那昨天那样子台股出现反弹 你需要乐观吗 你需要跟着兴奋吗 需要赶快去追股票吗 没有吧 我们昨天的节目7月20号 今天7月21 昨天节目上面 我们告诉大家什么 震荡上位结束 我们在台股创新高的时候 告诉你说震荡即将开始 在台股反弹的时候 告诉你说震荡上位结束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分析的工作 很重要的就是把观察到的事实 来跟大家做分享嘛 那如果我们看到了台指创新高 然后就告诉你要继续喷 台股拉回修正就提醒你风险要来 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们重点是要去观察 到底未来你说下个礼拜 甚至是下个月 这个行情的变化 会往哪一个地方走的机率比较大吗 所以我们在昨天台股就算出现反弹 我们一样提醒大家震荡上位结束 那么台积电的法说会开完以后 今天出现了一个拉回 而在盘中有部分的资金 开始重新进场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直稳的第一阶段的证据 只是这个证据可能还不够充分 我们还要再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至少你先看到下个礼拜嘛 先看到下个礼拜 我们再下定论 所以对于今天股市这样子的走法 我们认为呢 还是用一个比较中立的看法去看 你不用太悲观 但你也不用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兴奋 觉得好像已经重挫300点 好像从低档拉起来100多点 觉得这一波的修正已经结束了 我们认为不要预设立场啦 至少在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随意的去下一个定论 在交易上面都会比较危险一点 我们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去观察市场 我们再去决定我们接下来要怎么交易 那么在整个行情看法上面 我们在这一个相对高档的位置上面 提醒大家要留意风险 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做好部位上面的控管 因为很多投手朋友看到 这个地方涨上来还在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到了这一天以后就开始兴奋 开始追股票 很多投手朋友去追了很多AI股嘛 然后结果这两天的拉回 哇变得好痛苦喔 变得好痛苦喔 但是放到今天也有很多都已经减好了 不过有些你如果真的买在太高的位置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无论如何呢 在这个位置上面兴奋 事后来看很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嘛 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告诉大家说 震荡要开始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拉回 而我们在昨天的Telegram 也是我们的群组上面告诉大家 我们认为指数还会继续的 往月线去做测试 有没有 在昨天啊 这个是昨天写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要往月线去测试 所以昨天的这个反弹啊 比我们想的还要强 我们不认为昨天会出现反弹 但是他既然反弹了 我们也要告诉大家震荡还没结束 所以今天加权指数 确实在月线这个地方去寻找支撑 那这个时候投资朋友会想问说 那月线还会破吗 呃我们没法给大家肯定的答案 但是呢我们认为 继续往下做测试的几率 会大一点点 会大一点点 理由就是因为美股现在的危机 还是比较高的 美股随便抖一下台股都很容易 在这个地方往下持续去做修正 但是这个修正的状况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因为我们整个对于大盘的看法 对于整个个股的看法呢 行情还没有结束 资金才刚开始重新洗牌而已 所以我们虽然认为指数 有可能会往下去做修正 有可能跌破月线 不过当指数跌破月线以后呢 我们认为在下个礼拜 反而有机会出现交易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手上 一定要准备一点点的现金 你一定要准备一点点的现金 在股价速限拉回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做加码的动作 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对于加权指数的看法 也先跟大家做分享 你说在这个地方 要马上止稳出现反弹 有一点难度啦 有一点难度啦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往下修正的几率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 持股水位一定要控制好 你不要在现在 不要在今天看到指数 从低档往上涨 就觉得已经没事了 觉得风险已经消失了 结果就all in 那如果后面股价要在修正的话 我们不就没有资金可以加码吗 这个想法 一样跟大家分享 而胎子期间的走法 确实在早上的时候 开低嘛 我们说了一度跌了将近300点 不过呢盘中的资金非常的热络 因为原本很多前面的资金 大家都觉得 哇股价一直涨 我买不下手 等到股价出现拉回了 是不是就可以买了 好不容易等到机会 一定会有这种想法的资金 那这种资金越来越多的时候 行情就容易在那个位置上面指稳 但是你说在这个地方 马上一波拉上去吗 几率小啦 几率小啦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应该还是在万七附近先震荡一下 那么我们就要观察什么时候指稳 或者是我们要去观察 到底美股什么时候 会有一非常亮丽的财报公布出来 当市场重新获得了一个利多的题材以后呢 就有机会开启新一波的涨势 那台积电的法说会呢 就跟我们前几天分析的一模一样啦 你的这个营收预期是被下修的 而且台积电的总裁 C.C. Wei嘛 为者家告诉我们 你说这个AI很强吗 没有喔 AI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弥补库存调整的 这个观点我们讲过非常多次 AI伺服器的订单 第一个它有排挤效应 你AI伺服器会排挤掉一般的伺服器 第二个是AI伺服器目前的产能 以及营收贡献的占比 不论是对台积电 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AI概念股 它的占比都非常的低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AI概念股可以涨这么多 是因为它未来的成长性很高 而不是现在就开始贡献营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标题 大家完全不用觉得意外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已经跟大家讨论过的事实 AI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去弥补掉 现阶段的库存调整 那你说接下来几季会不会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AI需求的大爆发 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没有错 它在未来会有很高的成长性 没有错 但是你要在现在就看到营收数字 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台积电的法说会重点 第一个营收嘛 这个财务预测下修 再一次的下修 库存调整的速度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快 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两季里面不断跟大家讲的 好多公司都跟你讲说下半年我们要强劲复苏 好多公司都告诉你说 我们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最坏的 如果所有的公司最坏的情况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台积电的营收预测还要下修 所以很显然的是大部分的公司 以及大部分的投资机构 都有一点点的过度乐观 都有一点的过度乐观 我们认为这个景气循环 至少经济数据上面还没告诉我们到底 所以大家在交易上面一定要搞清楚 现阶段的基本面 还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强劲 现在股市走的行情是资金行情 是平价上修的行情 而不是真的营收开始灌进来 不是获利数字真的开始大爆发的行情 好吧 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有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在昨天跟大家讲过 我们认为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应该会持平 那事实上也真的是持平 这我们就不用分享太多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财务数字 那么台积电今天的股价直接一个跳空开低 而这样的跳空开低啊 就是逼出了大量的资金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卖台积电卖股票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成交量 应该会放大蛮多的 放大蛮多的 那你卖掉台积电这些股票的钱呢 我们说了他在未来 终究还是要回到股票市场 他会回到台积电吗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他会回到其他股票吗 有可能 那大家要知道台积电是全台湾全值最大的股票 所以今天卖台积电 卖了好多的资金出来 这么多的资金 只要分一点点到其他的股票上面 其他的股票就会有很惊人的涨幅 所以台积电跌倒 其他股票会不会吃饱 那当然是有机会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不用这么悲观 因为资金从台积电被逼出来 其他的股票才有机会吗 如果资金全部都被卡在台积电上面 大家的这些钱都卡在台积电股票 我不买我也不卖 那市场就很容易像是一滩死水 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在这个地方下跌 资金被逼出来 真的要乐见其成 而今天很多的AI股 大家看台股跌了300多点 哇好多的AI股 广达 神达 技嘉 音业达 伟创 其实开都开的蛮低的 甚至都跌了4% 4个百分点 可是在台股呢 现在还跌100多点的情况之下 都已经纷纷拉上平盘了 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光宝科 股价似乎又要再创新高了 距离前高有一段距离啦 但是呢大家觉得好像前几天很害怕 觉得好像AI股拉回很多 你仔细去看光宝科的日K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档横盘整理而已 台股拉回修正跟它几乎没有关系啦 所以都是没有不需要 被一天两天的股价涨涨涟涟就吓到嘛 我没有看的是一个趋势 我们也告诉过大家 整个多头的格局 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之下 这些行情很容易呢 就会在某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点 重新点火再出发 所以这些AI概念股 真的是有接触到 AI伺服器订单的这些公司 我们认为啦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有筹码进驻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面 已经出现了转强的讯号 是可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小量布局的 当然这种股价已经喷上去 已经涨上去的 就不要去追高了 要买这种股票呢 趁着现在还在震荡 还有拉回 还有在平盘之下 我们再去做布局 这样子的风险 就会比较低一点 那么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过了 两档股票 第一档就是6187的万润嘛 那万润的话 我们昨天讲了 在台积电法说会以后 我们认为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是有机会 可以再做表现的 那万润呢 其实我们昨天讲完 就已经先偷拉一小根了 我们就看到那股价已经拉一根了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了 今天股价虽然台积电开的这么低 不过今天万润的股价 再创波段新高 台股再跌这档股票创波段新高 那如果台股再涨这档股票 会不会有机会冲出去 所以我们对于万润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 看法还是相对的比较乐观一点 这个我们会来帮大家持续追踪 再来是1560的中砂也是我们昨天讲的 中砂在今天的表现就没有这么好了 虽然是开低啦 然后后来有往上拉嘛 有往上拉税才会是红棒 可是呢股价今天一样跌了4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格局 这个结构是没有被破坏的 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在这个颈线 不论在这个颈线 它依然是被守住的 那它的这个均线呢 也已经即将要拉成多头排列了 所以这档股票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不跌破颈线 我们都还是相对的比较乐观一点啦 那你说台积电之后会不会直稳 照过去的经验台积电 每次只要出现大跌 大概隔个两三个交易日 过一个礼拜以后呢 这一些半导体的供应链股价 反而会开始表现 至于理由我们现在也还想不到 但是这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 做出的一个归纳 所以对于中砂这档股票 跟台积电的连结比较深一点 它要发动就必须要等待台积电先直稳 那先直稳完以后呢 这一个股价这档股票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我们认为啊 其实都还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它未来的发展 那么还有一档股票是4747的强生 我们昨天讲了在上礼拜分享 昨天涨停 今天呢重挫 这些股票的波动都非常大啦 那么我觉得投资朋友如果想要去交易的话 你一定要去盯好筹码的状况 然后盯好它的形态 盯好它该有的技术线 然后在现在很多的股票都是大涨大跌 那你就是散射好你的停利跟停损 在交易的过程里面啊 就是确保自己的部位是灵活的 不要就是买个一两张股票 全部all in在上面 然后呢它涨的时候好开心 也不卖 然后跌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要停损 这样子就很容易让自己的交易卡住 所以我们要保持灵活 就是手上要有现金 那手上这些股票呢也要趁着这些涨涨敌烈的过程里面 适时的去做调节 那下个礼拜的行情我们认为会有机会可以直稳 而直稳过后呢 这些资金重新洗牌啊 就会造就很多新一轮的股票 重新接棒上涨 那这些观察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群租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团队还会来持续帮大家追踪财经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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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